FBI人当面问我,Miles,你严肃点说刘特佐是那个孟建柱的师生子吗? 我说是的,人家说,Come on! 他觉得他俩长得太不像了,刘特佐他妈当时去看望他一个老乡, 这是孟建柱的秘书陈真说的,陈真这个人是个真的有脑子有良知的人, 他知道孟建柱要干啥,他知道孟建柱在干什么, 特别是看到孟建柱的老婆所谓的蒋姐带着孙力军到美国治病, 然后他俩之间勾勾搭搭,晚上就是双修,白天是带着他看病。 当时非常清楚的,他告诉说,孟的师生子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, 就这孙力军老不早都找到,就给人家扶去了。 这个时候是啥时候知道吗战友? 刘特佐还刚刚还在英国外没起来呢,2007、2008年。 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有刘特佐这号人物的时候, 说刘特佐是当时的妈妈找一个老乡去看望去,给孟建柱做饭。 这孟建柱性情发作,跟他娘就是发生关系了。 几天后老娘回去了,结果怀上了他的孩子。 就这去了一趟帮他做几顿饭,给做出一个孩子出来, 这人就叫刘特佐。 孟建柱在外面的师生子最起码就一二十个, 大部分人都在上海。 就在上海共青团的时候,红星农场的时候, 当时孟建柱是逮着谁都睡,后来很多人来找他。 咱们来找他。 所以要找他,我找他。 咱们去找他。